communicating with ninguém 因为我们这个蔡主席大家都知道 她现在是代表民进党要参选 所以一个候选人常常森不由己 所以他雖然很關切今天的這個議題 但是實在也非常抱歉 不能夠全程參與我們這個座談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幾位朋友 都是很關切 長期關切這個議題的朋友來這邊座談 我先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先從YD來的朋友 這位是鄭里蘇鄭教授 他常在香港參與整個民主運動 他也是研究中共的專家 他特別從香港來參與我們今天的這個座談 這位是王超華女士 他是現在在中央研究院進食所做博士博的研究 那麼他比較低調 所以他的其實有一個身份大家都比較不清楚 就是當年在北京廣場 他是學生領袖 跟王丹一樣是學生領袖 他是研究生面的這個代表 那麼由於他的低調 所以大家相對比較沒有聽過他的這個名字 他也來參與我們今天的這個座談 那在左手邊的王興中王教授 他過去其實在台灣從事一個人權的這個工作 那麼他今天也來參與我們這個貢獻他的一些經驗 曾建言 曾教授 他這個大家都比較熟悉在我們台灣一直關注大陸這方面的發展與相關的研究 那再過來就是王丹 我也不用介紹一下 現在是在成功大陸 在成功大陸當刻作的這個教授 那再過來 習思潔 這也是我們在中年內他是人文色科手 政治學研究 他也是我們年輕一代比較研究大陸的一個佼佼者 那我就不佔用太多的時間 我們今天是先我們請這個曾鎮臉 曾教授來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引言 那我們再請各位來發表相關的意見 曾教授 那我就簡單的為今天的這個座談會做一個引言 那我這邊也準備了一下我的發言稿 大家給訴名的部分來參考 六四 距離現在已經22年了 那22年前其實我們是在台灣 我也是大學生 我們是在電視 在廣播 那麼關心 關注 王丹 還有王超華 他們當時在北京的環境上面的奮鬥 所以每年 這幾年 二十年來 今天每年我們都會記得這一點 因為我記得六月三號 當天半夜 開始開槍 十一點 十一點 槍聲傳出來 那當時台灣是一個跟北京連線的一個音樂晚會 一個音樂晚會呢 殺死變成一個屠殺的死況傳播 所以對於當時我們 所謂台灣人 特別是我們當時大學生 那種心理的震撼是非常的大 那六四發生到了 現在已經22年了 那六四在中國 現在所謂大國崛起 當中的意義到底怎麼樣 那麼我們 這幾年 跟大陸有比較多的接觸 那有時候 我們可以問一下大陸的大學生 說你知道六四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從沒聽過 甚至 六四當時 中共的總書記 趙紫陽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以這一段歷史 在中國的這個 他的這個 教科書當中 是被刻意的磨殺 被刻意的遺忘掉 那我也問了一些人 就是他們對於六四的 知道六四的人 他們對六四的評價 那麼有很多人也提到說 那麼六四呢 很多人認為說六四 六四是中國這個近代 和現代共產 中國發展的一個逆流 為什麼呢 他們提到說 這個 在六四之前 中共十三大 趙紫陽主持的 有一個 十三大一個政治報告 當中有提出 中國的政治改革的綱領 有七項的 主要的這個政治改革的路線 或者政治改革的事項 包括黨政分開 還有這個促進社會主義民主 法治 等等 總統七項 那可是在六四 鎮壓之後 這些改革全部都停頓下來了 那麼所以有人就 就去質疑這一點 就是說 如果當時 在天安門廣場上面的學生 他們懂得妥協 或者是說 在某些議題上面 懂得跟共產黨進行妖步 那麼也許 今天中國的發展 就不會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是一個 為經濟的發展 為中心的 然後顧慮到其他價值的 將來激情的發展的狀態 那 就在昨天還有 大陸在海外的學人 還在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還在批判 他們還在批判 當年這六四的學生 他們說他們的造勁 可是我在回想 那六四當時的學生 都是大學生 或是研究生 那麼年輕的 這個 那樣年輕 他們怎麼去承擔 整個國家的民主的建設 或者是革命的 這樣一個重任 所以我就想到 過去 在五四運動之後 他也曾經擔任過北大的教授 校長 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這個院長 那麼 五四曾經提到過 他對那個 在五四運動之後 對學生運動的那個看法 他在 我這邊引用他兩篇文章 或是提到說 一個國家的政治人 如果沒有上回道 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 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 這樣子的話 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 總是會落在青年知識分子的肩膀上面 可是 如果想要避免這個學生參政 學生幹政 或學生運動 使得這個 學生沒有時間好好的在大學 在科學上面學習 然後社會資源的這個 大量的投入在這個運動抗爭當中 如果要避免這樣的狀況的話呢 那麼就應該 應當要有 不是他認為 應當要有知識高升 體力強健 經驗豐富的中年 出來把政治搞好 所以呢 政治沒有幹好 不是這些大學生的責任 是當時這些所謂的 博士所說的中年人 也就是當時掌握的中國國家的權力 資源的那一幫人 他們的責任 還有刀瓜 這個是劉曉波說的 就是在那支持民主運動的這些人士 他們當時並沒有真正的 真正的投入 站在第一線 然後勇敢地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所以這是那個 我想 我們在回顧這個六四的時候 他對於那個中國的 他的整個國家發展 產生了那麼重大的轉折 也就是說 從十三大的政治改革 那麼之後呢 政治改革部分完全停對 直到鄧小平啊 南巡講話 再把這個經濟的改革部分 重新減回來 重新確立的路線 可是呢 這個六四之後啊 中國的國家發展的這樣一個方向呢 他所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我們今天看到中國大陸共產黨呢 他不但地誇耀說 在六四之後啊 他們整個國家發展的方向 持續的經濟的改革開放 那麼在短時間之內 成就了他們的所謂的經濟的奇蹟 那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六四之前 或者是文革之後啊 大陸啊 民間所展現的那種那種不活力 對於公共事務 對於歷史的反省 那麼 那種社會的力量呢 在六四之後呢 完全就消失掉 六四之後的這個人們呢 他們是在這個 威樂的文化當中啊 去自我麻痺 然後呢 在那個經濟 追逐經濟的利益當中啊 來所謂的成就自我 那所謂的 這個在六四之前啊 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社會 對於社會正義 環境生態 公共精神 民主法治 人格自由 等等這些價值呢 通通不見了 那如果你的經濟發展呢 是以犧牲掉其他這些價值作為代價 那這樣所建立的國家 那麼是值得尊敬嗎 那這樣所建立的國家呢 那麼它不尊重這個生態環境 不尊重這個社會的平等 社會的正義 不尊重民主法治 不尊重每個人的人格自由 它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那所以呢 它就會形成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在中國大陸它是一個 以紅色權貴新階級 以權力換取金錢 那麼以權力勾結這個商人 那麼所形成的一個 我們所謂官僚 黨國官僚的資本主義 那民間的這種自省的能力 民間社會呢 也就在這樣一個 唯一經濟發展的 這樣一個國家發展的策略之下 那我們就看到就是這個 一旦這個共產黨 如果它的治理能力 出現問題的時候 民間呢 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來承擔這個 共同治理抗家的這個責任 這個也讓我們感到非常難 我至少就我個人來講的一點 我是有點擔憂 因為長期的國家發展的策略 是被扭曲的 這扭曲是價值的扭曲 所以使得這個大陸的這個 這一代六四之後的這個世代呢 他們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公共的這個精神 這個參與啊 可以說是這個當然無存 所以呢 當國家或者這個社會啊 需要他們承擔責任的時候呢 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意願能力啊 這個時候是讓人感到擔憂的 那胡錦濤上來之後 那麼他曾經提過幾個 曾經讓人家以為啊 中共的政治改革有了希望的一些口號 比如說呢 他曾經提過說 這個要促進社會和諧 他也提過所謂的新三民主義 因為胡錦濤跟他前任的這個江澤民啊 都是在六四之後 鄧小平所清點的 這樣一個接班的這樣一個梯隊上來的 所以他整個統治的正當性 是建立在六四正義 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基礎之上 那所以呢 這樣一個這樣一個政權基本上呢 他的性質呢就是和民間呢 和人民呢他就是有一定的距離 因為他的崛起呢是在正央的基礎之上 那我們看到胡錦濤上來的時候 他有嘗試啊 要對於那個中共政權呢 跟民間的關係啊 可能要做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反省 所以他也意識到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階級啊 分化對立的這種現象 那他也理解到說 中共黨政機關啊 官僚主義的成河已久 所以呢 胡錦濤上來說 他曾經提過 針對這個社會的抗爭事件呢 他提出了和諧社會論 那針對政治的抗爭呢 提出所謂的新三民主義 他叫做權為民所用 情為民所系 立為民所謀 那2007年 在中共十三大 胡錦濤啊 主持了一個政治報告 他裡面呢 也提到 有提到這個 有關於這個政治的改革部分 他稱為這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那另外也提到 關於這個社會的這個 正義的問題 和階級的問題呢 他提到要建設小康社會 那到了2020年 去年 在深圳 深圳那個特區成立30週年 那麼 胡錦濤也有講話 提到說 要從事全方位的改革 那當中也把這個政治改革 納進來 那麼到了這個 但是呢 這個我們看到就是 在奧運跟世國之後 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 極速而化 之前呢 還有這個面向國際 要顧慮一下國際的這個 視頻的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一個作用呢 在那個 這幾個大的活動 結束之後 那麼他對內的鎮壓了 反而區域這個 嚴重 那麼最明顯的話就是 當劉曉波被宣布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 那麼大陸對於 內部的這個 意義人士知識分子的 控制監控啊 轉區激烈 那麼這也連帶影響 影響到 從那個之後啊 這個大陸的學界 跟台灣學界的交流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 已經拿到這個大陸的簽證了 可是在 要過境 或者要上飛機之前啊 就被大陸的 國內安全保衛警察 攔下來的這種狀況 我自己 參與的這個 兩岸交流 就出現好幾個這樣的個案 那 所以這是 那麼 所以 這個 胡錦濤的時代的 他即將結束 那在今年三月啊 才剛 落幕的這個 中國第一十一屆 全國人大 這個 吳邦國的這個 工作報告上啊 他宣告所謂無不搞 就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不搞知道思想多元化 不搞三權典利跟兩面制 不搞聯邦制 不搞私有制 那 這樣一個宣告呢 其實等於宣告 郭景濤時代的政治改革無望 那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就是 在六四二十二週年的現在 那麼 下一任的中共的這個 接班 接班人呢 也已經大致的 這個人選大致的敵定 那 不僅他 他的 政權的正當性呢 是建議在 鎮壓六四的基礎之上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他任內啊 多次有關政治改革的這個言論 或者政策的主張呢 事實上都沒有落實 反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日趨惡化的人權狀況 不僅呢 是在他們 不僅在國內 他們國內呢 就是 這個社會的這種衝突啊 這個民間的這種抗爭啊 那麼 抗爭事件啊 此起彼落 跟少數民族之間的這種民族的衝突呢 從 這個 新疆的七五事件開始 那麼 還有就是 在奧運 期間 西藏的這個 西藏的抗暴 那麼還有 最近才發生呢 在 內蒙古 那個 蒙古人 蒙古的莫名 跟共產黨的這個抗爭 那麼 所以這個民族關係呢 區域緊張 所以 從這個 社會關係緊張 到民族關係緊張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共 一方面高層這個 政治改革的同時 那其實 它 內部的形勢啊 日趨的延續很複雜 那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那個 他們在 國內 所謂 國家安全保衛的這個系統 上面的這個 投注的這個經費啊 跟這個 人力呢 那麼 相當程度啊 經大餘啊 可以 跟他們的這個 國防的經費啊 可以來比擬 所以 我們可以用句話來說 它是 防民如防賊啊 把人民當賊漢 那 對外 保衛國家 跟人民的軍隊跟警察 今天呢 變成 對面鎮壓的 這個 戰爭的機器 所以我看到的是 中共啊 一副恐懼政權崩潰的 末日圖像 油然而生 那 那我就是 大致先把這個 六四二十二週年來 大概我 我的一些 這個 淡水六四啊 二十二十二年來的這種 是成長 那麼一些觀察 一些想法 那麼先這邊請做引言 那麼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一等 多一點 為甚麼 沒什麼 寶寶 有什麼 大看